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我是丁文松 今年20岁 来自新加坡 因为我身材胖胖的 讲话的声音又特别细 所以小时候总是被同学欺负 嘲笑 但我找到了能保护自己的盔甲 它让我不再害怕 充满自信 今天我带着盔甲来到梦想社的舞台 希望它给我力量 主播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好稳重的一位兄弟啊 请问来自于哪里 新加坡 哦 新加坡 谢谢 那你是同时什么职业的呢 我现在没有什么职业 我是在等当兵 是有两年的军旅生涯等着你 对 对 这两年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兵里面有一个文工团 所以希望是可以参加这种文工团 哦 你想做文艺兵 对 对 对 肯定是为我们唱歌吧 对 是的 很期待 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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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明白 为什么你离开了我 没有你的电话 没有一方式 我每天晚上在这里 哪里也不想去 可是我好爱你 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 可惜我丢为你 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 回家 回家 我需要你 回家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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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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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来我的身边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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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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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比赛唱过 然后就 得奖 对 多少人参加 就是全国的一种比赛吧 就蛮多人参加 对 最后 你榜首是 是冠军 就冠军 对 从小喜欢唱歌吗 其实我是 十四岁开始 才喜欢上唱歌 为什么 在小学的时候 可能就被很多朋友欺负吧 就因为自己的 样貌 这些体型关系 所以其实当时 就没有 那么自信吧 也就是说 你十四岁 通过歌曲音乐 找到了自信 对 这个看上去胖胖的 有些腼腆的大男孩 从小因为身材原因 经常受到同伴的欺负 这也一度让他很自卑 因为爸爸是音乐老师 受到熏陶的他 在十四岁那年 学校组织的音乐比赛中 拿了冠军 凭借一副好嗓音 这个年轻人 找到了自信 现在的他 多次在新加坡 日本 台湾等地的音乐比赛中 拿下冠军 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小胖子不一定不健康 所以我觉得 也许你的体型会成为你未来 在舞台上的优势 你给大家的感觉会很好 你是一个有演员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是能和台湾歌手林玉曲 在来临的梦想圣典上合唱一首歌 上过我们中国好声音的 哦 诶 这好可爱 你是因为他的歌声 你喜欢他 还是因为他的体型 我觉得他的人生道路 真的是蛮有趣吧 就跟我一样嘛 就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吧 可是就是 有一天就是他上 就是这个台湾的 超级星光大道的一个节目 然后他从那个节目起 他就不断地挑战自己 就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 所以我觉得 身为一名歌手 不代表说 得到了这个歌手的这个名义 我就不用继续挑战自己 因为我觉得活到了学到了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很欣赏他的这个心态吧 如果通电话 你第一句想对他说什么 我很崇拜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呢 可能他会蛮惊讶吧 就觉得你是谁啊 我们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好吗 好啊好啊 好兴奋 你会昏过去啊兴奋的 不会啊 不会不会 OK 不 接会了 你自己说啊 喂 你好 林玉泉 我是丁文松 啊文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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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泉 我是丁文松 啊文松 你好 玉泉你好 我是 孟小大使周立波 啊 郭波老师你好 啊玉泉你好 我是看着你的照片 和你在通话 啊 谢谢 玉泉 玉泉 文松他有一个梦想 是和你有关的 来请你大胆地向玉泉说出 你的梦想是什么 哦我的梦想是和你在 啊来临的梦想的盛典上和你的 合唱一首歌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如果有我有办法 我很愿意去协助这样子 我又不知道配合什么的 其实真的很开心 好的好的 也许你也很忙 希望你能够录出更好的专辑 哦 谢谢 让我们欣赏你的音乐 好吗 好 谢谢波波老师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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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松来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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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跟你同台 实现了你一个小梦想 在我们三百位梦想观察到的 集体关注下面 你和你心中的偶像 通上了电话 真的蛮意外的 为你真正的梦想和 玉泉同台 我们进行梦想表决 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 希望如此吧 谢谢 准备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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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美好的音乐 为你送行 谢谢 最快乐的是 不过是为了梦想而努力 快乐的小胖 又美妙的歌声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颗 对音乐炙热的心 期待你和林雨群 在梦想盛典上 共放异彩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